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米娜上传狙击护理师的IG后 指责米娜的网友们变得越来越多 方向也开始有了变化 而昨天,米娜再次发文 中京被几名用拳头打 侧人等其他成员们为什么是旁观者等 内容非常非常长的爆料文 练习生的时候,让我倒水跑腿 这些事情在团体生活没什么 但是有好几次,一边骂我 一边用拳头反复打我的胸部 在亨得了打歌活动的时候 他看着我瘦很多的身体后说了 身体怎么那个样 很像残疾 结果后来,他却变得比我还要瘦 当初公司让我担当唱rap 所以主要是接受了rap的培训 但是出道后,作曲家说 我的音色更适合唱歌 所以开始每天都有在练习唱歌 虽然有时候会被制作人批评 有时候也会被称赞 每次收到称赞的时候就会特别幸福 但是那个姐姐不管是在车内还是在哪里 不停地指责我唱的歌 因为反复地被骂 所以每当到了录音时间 全身就会发抖害怕 因此也吃了很多神经安定剂 当然舞蹈也不例外 他会反复地指责我 宿舍是共同生活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暂时带谁来 就要跟姐姐以及成员们得到允许 但是姐姐就像个姐姐一样 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就带人来 有一次晚上 我在全罗状态下去洗篮子那边的时候 碰到了宋组长 然后跟姐姐关系好的邪心姐姐来的时候 晚上就会非常丑地玩游戏 甚至还叫醒吃了安眠药睡觉的我一起玩 之后只要听到那位要来的话 我就会带着安眠药去练习室 在练习室的桌子上睡觉 然后不管是在化妆或者是练舞的时候 我都不敢用镜子正视我的眼睛 一直都是看着下方 因为那个人说过 我的脸真他妈 他被酸民攻击的时候 他跟某人吵架后 没有参加综艺拍摄的时候 说不想出演音乐节目的时候 说出演竞选节目很累的时候 我们都有安慰他 但是在我爸爸病危的时候 他发现到我流泪后就说了 我搞砸了气氛 为什么大家都要看你的眼色 把我带到衣柜里教训 姐姐搞砸气氛可以得到安慰 我却不能 之后在忙碌的行程 我暂时以为我没事了 但是不知原因的突然发作昏倒 被医院证断出 子宫颈扁平上皮异常增厚 并说明压力是最大的发病原因 然后在我看完电视剧 失禁后回来的那天 他就会骂我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 然后有新的工作人员来的时候 他就会先取消介绍 他是假装傻子的非常可怕的婊子 我因为工作很幸福很快乐 所以在你对金钱 或者忙碌的行程表示不满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 我们比其他同龄人赚得多 行程多是需要感谢的事情 你应该是小时候没有贫穷过吧 但是我为了拨得你的喜爱 不管公司会把我看成什么 我也会把你指示我的话 全都跟公司说 因为对我来说 比起公司 你才是恐怖的对象 当我因为生病脸肿的时候 你就会用很神奇的眼神看着我说 你脸怎么了 很严重啊 只知道批评外表的你 十年来我遭到的事情 真后悔都没有记录下来 只要是真心的道歉 就那么一句话 我真的可以一瞬间的原谅你 你却只是说 不记得 好像没有那么做 当时我真想大骂你一顿 揍你一顿 最后连自己做错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了一句对不起后 露出难看的表情就离开了 我从14岁开始出去赚生活费 遇见过很多垃圾班的人 但是你是比任何一个垃圾还要厉害 因为你 我在急诊室花的钱 就有一千多万了 我没有说到真心的道歉 你家人 任何人都没有露过脸 反而现在可能还会埋怨我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 正在杀一个人 我因为你 二十多次的手腕 吸煤气 我试过我知道的所有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命太长 每次都是被人救到医院 总之一说到你就会上火流泪 我不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 就这么安静的过去 我真的想要跟你单独两个人见面聊一聊 你知道我的电话 都欺负我十年了 不要这样无视我 如果有冤枉的地方 我有伤害你的地方 就开口说 我问心无愧 想到被你遭到的那些事情 没有被气死反而觉得很神奇 对了 你粉丝们开始带风向说 我才是加害者 受害者就一定要闭着嘴吗 你们没有遭受过那些事情 也因为我一直上传贴文 所以会感到厌烦 因为看不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不是人的人 所以会埋怨我吧 然后又写了一次爸爸病危的那个部分 为了梦想 我本来很想续约 但是到了26岁 因为那一个人 我跟成员们有口律要不要续约 然后我之所以最后说到 成员们也是旁观者的理由是 为什么在我面前 总是好像是为了我一样 一起骂邢吉明 讨厌邢吉明呢 Tim Chan明还说想要排除吉明 让我加入 还到我面骂了他很多次 Tim Chan明也说过 那个姐姐是一老卖了 劉娜姐姐也因为那个人受伤过 所以跟我是有点共鸣 还将有在最近的地方看到我的痛苦 总之成员们都是说 又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要放弃梦想 如果身心疲累的话 只要为自己着想就好 甚至还一起喝酒讨论过 邢吉明为什么会讨厌我 所以我本来没有期待过什么 虽然不知道谁是形势上的 谁是真心的 但是大家都站我这一边为我说话 然后事发后问我 如果邢吉明想要真心道歉的话 可以带到你家吗 结果听到邢吉明道歉声音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是不是真心 成员们是真的不知道 会发生这种事情而带他来的吗 然后也没有告诉我 男组长跟工作人员姐姐也会来 如果事先告诉我了 最起码我不会穿紧身的连衣睡衣 然后不是只因为当时没站我正一边 没帮我说话才这样 而是那期间在背后安慰我的话 让我产生期待 而更让我受伤了 然后后来有人联络我说 是因为我AOA的成员们都受到伤害了 对此感到很遗憾 但是这不是因为我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10年来被邢吉明欺负的内容 然后你们都听到我被骂 知道我遭到的事情 但是你们没有阻止过啊 没有啊 我也是因为你们所有人心灵受到伤害了 虽然会对不起粉丝们 我因为吃了很多安眠药 所以在下午台后 就常常会不记得做过什么 说话也会出错 应该也有没有表情的时候 有一次我走位走错的时候 他非常严重的说了我 还跟我说少塞点药 这都是因为你才吃的药 你在我面前也轮流骂过其他成员们 你没有做好队长的本分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你父亲戏剧性的离开后 我去了殡仪馆馆 你哭着对我说了对不起 你以为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误会就解开了 但是怎么可能 我真的想要两个人单独见面 如果死都不想道歉的话 最起码要听我说 你如果不是psychopath的话 应该会有点罪恶感 奇敏 因为你 我真的真的很痛苦 直到能见面的那一天为止 我不会放弃 赔偿 我不期待 只是希望能让我解开一点冤枉 现在航母网友们的反应是6比4 甚至也能达到7比3 对米娜的反应并不太好 狙击护理事后反应不好 所以又来狙击成员们了 这篇文章的矛盾 一 自己在骂几面的时候帮她一起骂的成员们 只因为在见面的时候没有帮自己说话 竟然就说成是希望口问加旁观加加害 自己也有在背后骂几面 却在文章内指责几名骂某某某 米娜不也是在阿能兄里说过 不喜欢抢蜜欺负过她 自己做可以 别人做就不行吗 旁观者是假装不知道的人才是旁观者 其他成员们有聆听米娜的话 也一起骂了米娜 这怎么会是旁观者呢 不就只是没能帮她阻挡吗 我看其他成员们也不是能阻挡的情况 真心觉得其他成员们太可怜 白白挨骂 不是 成员们在背后有一直聆听米娜的话 也一起骂了几名 这样不就够了吗 米娜不也是在几名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 却因为成员们没有帮忙说话 就怀恨在先 其他成员们年纪也都很小啊 到底是想要他们怎么帮呢 说实话 不知道其他成员们为什么要被骂 难道要代替她打醒几名吗 但是米娜本人也没能做到啊 真的不知道其他成员们要被骂的理由 现在只是希望米娜能好好接受治疗赶紧恢复 对她来说 现在忧郁症跟X就是武器 其他成员们根本就无法发表历程文 因为当事人一有什么就要自X 如果现在成员们发表了反驳文后 米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成员们就会一生背上那个责任的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我能理解 在大众们的立场来看的话 其民退出了演艺圈 所以好像就受到惩罚结束了一样 但是对于受爱者米娜来说 到现在都没有过正式的对话 隔解 道歉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所以对自己来说 应该就是还没有结束吧 没有得过忧郁症的人 是绝对不能理解的 是有多痛苦多郁闷的话才会这样呢 又不是一两次 是遭到了十年的欺负 那个委屈能在一天两天解决吗 你们现在是在无视受害者说的事实 突然护航邢吉米 再做二次加害 就算在背后安慰他一起骂过邢吉米 但是在事发后 邢吉米来道歉的时候 没有一起帮米娜说话就是旁观者 年纪小害怕都只是借口而已 其他成员们有什么好可怜的 最可怜的是米娜 都一样是旁观者 骂米娜的人是垃圾 米娜是被欺负了多少年 那么容易就能擦掉吗 更何况加害者都还没有道歉 你们不觉得 就是因为怪米娜的人太多 她才会一直这样爆料吗 对于米娜的发文 以及成员们到底是不是旁观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değiş点了 我没有精油 太多久了 我不用礼貌 小ають 没有 你想的 看 believing ible 太多 天 比许 我